也代表他開始有些貿易活動在這邊開始進行 清朝留下來的台灣地圖 清楚標示台北盟甲的地理位置 萬華因為淡水河流域興起 貿易活動從1709年開始 這張台北西區最早的契約 記錄著當時的商業往來 另一頭手搖放音機裡播放的 則是西門町的歷史接近 這場由文獻會策劃的夢行西城特展 要用歷史文物細說台北百年的發展史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文化的這個脈絡 歷史的傳承來說明 整個的台北的這個發展的歷史當中 從過去的300年來 能夠有一條線 有個主軸 然後讓大家來清清楚楚的了解 我們所在地的一個歷史的發展 悬在萬華剝皮寮歷史街區辦展 主辦單位希望帶領民眾 重溫兒時回憶 把台北西區接到的老照片 舊錢幣和收音機等收藏 集結規劃六大展區 台北市副市長陳景俊 硬邀出席開幕儀式 強調城市發展 不能只局限在興建高樓大廈 如何保存歷史文化 同樣代表著每座城市存在的價值 在整個一個城市發展當中 市長不是只有注重硬體建設之外 我們要把豐富具有歷史的文化 在整個一個城市發展當中 共同把它開發出來 夢行西城特展 從即日起到明年十月底 每個月都有規劃主題活動 市府歡迎民眾來到萬華 不妨進來走走 感受台北百年風華的美麗 開播大台北數位新聞 邱世民採訪報導 透 véritables靜有興趣臨 不平老的盾 北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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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Rex